中筋不起原因不一定都是在肾 也可能是心肝脾的问题 很多男同志一旦出现起力困难的问题 就会感觉是肾虚了 但除了肾 中医认为心肝脾出问题后 也会出现起不来的情况 毕竟想要中筋起力自如 首先海绵体力得冲血 而肝肠血心足血皮同血 这根血有关系的就三个脏腑 就是心肝脾 要是你心脾受损 那比如说平时老是讲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耗伤了心神和脾血之后 那气血就容易虚 更别说脾胃相表里 使气血生成之源 那脾一虚 气血就生成的不够 更没有气血充饮了 就会出现起力困难的问题 同时还会伴有失眠 基层差 不想吃饭等情况 像这种情况的调理就不能光补胜 还需要注意补心脾 养气血 接着来看肝 我们说肝主出血 肝气能疏通气血 往下充饮养道 加上肝主筋为中筋之所谓 而且肝肌寻形 也是扰着阴气走的 所以肝血虚了 气血没有办法如样中筋 也会出现起力困难的现象 或者说你气血足 但平时压力过大 肝气愈解 那气血被堵着 没有办法往下走 同样也会出现起力困难的问题 而且还会伴有容易发脾气 老是觉得胸口发闷 好像有股气在串来串去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单单补肾是不行的 还要注意疏肝养肝 总之身体出现了功能方面的问题 不要一上来就补肾 要先弄清楚自己身体的症状 再去对准下药